所以真的刚才讲会气死这件事情 当然是会啊 但是人家说 我知道自产幸福荷尔蒙很重要 但是我要怎么样子才做得到 对不对很难 就是意思是说 所以才要练 对对对我刚刚所说的 就是比方说什么事情都看好的 比方说这个树莓花莓 练习 每天练习好的一面 就是我常常就说 人生每分每秒都是选择 真的 比方说你要处理这件事情 你是快乐轻松的处理 还是有着压力有着怨气 有着不甘心的去处理 两个choice 真的 就算你吃饭和任何东西都是一样 选择 所以意思是说感恩先闻再吃 所以意思是说你看了以外 你吃东西也带着感恩 你穿衣服也带着感恩 你看到任何事情都是感恩 先感恩 对 你感恩的时候你大脑会改变 大脑改变以外你看到都是正的 叫做正的能量 正的能量是可以改变我们人的细胞的再生能力 大脑的再生能力 免疫细胞的再生能力 感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节目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你感恩就是上的一面上的讯息 那个能量是很强的 所以很多人就说相信的力量感恩的力量慈悲的力量 它是存在的 宇宙间绝对有那个力量 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一定的 所以就是说你一连吃食物的时候 带着感恩的心 哇农民辛苦了 啊 这个厨师辛苦了 啊 我看到这么美美的 然后你再闻 你吃起来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种感受才叫做享受 你享受一分钟就赚到啊 你花一百块就吃几千块的感觉 为什么不要啊 我要创造是value价值不是价钱 对 你穿一件很便宜一百块的 那就是感恩的价值 看穿起来十几万的感觉 为什么不创造 叫做转变啊 转念啊 转念就可以创造价值 是一样 就是你比方说吃一个非常简单的蔬菜面 看起来就是吃起来几千块的感觉 为什么不创造呢 既然你只能撑这个 闻一下看一下 辛苦一下感恩一下 吃起来就完全不一样 就是心存感恩 对 你就可以自传幸福喝 食物在冬天的时候 医师推荐大家黑色的食材 从中医或是从西藏角度来讲 就是冬天是一定要 就是要比方说我们在土壤的概念 就是养土的概念 西藏人讲就是养胃 然后中医再讲就是养肾 肾是一个 就是说比方说春天要所有的 就是所有的植物要肾的话 就是养好肾 非常重要 所以冬天保养是非常重要 第一个你要保暖 然后食物的选择都是很重要 所以就是通常顾肾的方法 但是顾肾就是西医讲的肾 跟中医讲的肾是不一样的 中医讲的就是一个系统 从骨骼系统 荷膜系统全部叫做肾 甚至就是说有一些情绪 也跟肾脏有关系 西医讲的就是一个排毒的系统 就是两颗肾跟命药系统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就说中医讲的顾肾的方法 就是八个黑色食物 但就说不要说每天每个都要吃 你就比方说你身体比较寒的话 海苔就是不能吃太多 如果吃海苔的话 跟黑芝麻配 这个是比较那个比较凉 黑木也可以跟黑豆配 香菇也是比较凉 然后植米配 黑枣跟这些都是一样互相搭配 互相搭配 对不能只是阿尔丹 身体会变凉 对黑木对 是互相搭配 有些食物是一加一可以大于二的效果 所以我们在讲你的协同作用 印度为什么 印度就是比方说阿尔丹丹里面 食料非常重要的是 你有看到印度的卡丽吗 对 比较黑吗 非常多的香料 姜黄啊 豆蔻啊 一大堆有些的有的面 连他们煮茶都是不同的叶子 那叫做食料 是一样的概念 所以就是比方说百合配芦笋 或是高丽菜 杯菇类 这比方说高丽菜可以加在 菇菌类的多糖体的吸收 跟你免疫力很快就提升 对 就是优格跟水果 甚至优格跟那个 比方说蜂蜜 香蕉 这些都睡眠情绪都有那个 商药比较凉 红枣 这些都是可以促进 就是蘑菇配核桃 这些都是一样 就是这个太阳 这个热一点 均衡 协同作用 甚至就是比方说 我们在讲菇菌类或是任何东西 你要吸收多糖体 还是要有油脂 好的油脂 所以我跟很多人讲 就是说冬天不是女生 不是不可以吃沙拉 吃沙拉的时候 你可以加一点热的 像坚果 核桃 黑芝麻 然后加一些油 像黑芝麻油 或是什么苦茶油的时候 就是你吃耐沙拉的时候 觉得不会太好 不会觉得冷冷的 所以加这些的时候 就是协同的作用 第一个 增加吸收 第二个 它们两个就会有要效的概念 我跟您一起遇见 我跟您担心的 就是你担心的 我跟您担心的 咱们两个就会来 做什么事 然后再联系 就像给你担心的 就是你担心的 但是我 就像我